大家好,今天7月5号,现在坐地铁来到唐人街,我是在市政府这里出站的,哇,一出站啊,这个华人大妈这卖的帽子生意可好了,帽子多少钱一顶啊,写得到五块钱,哇,生意很好啊,好多游客买啊,你看红灯啊,大家都在过马路啊,完全不管了啊, 好威胁,救护车这样开过来,啊,我走过来啊,现在是中午12点啊,这发生了火警,啊,过去拍一下啊,就在唐人街的百老汇大道啊,是不是哪里着火了啊,可能又火警,给大家扫一圈啊,你看那边把那个路拦着了,看今天是7月5号啊,很多朋友都在放这个美国独立日的博信长驾, 但是你看消防员今天还还接手工作啊,今天是30多度啊,好,消防队员离开了啊,哎呦,不对,他的那个火警是在这一头啊,走错了,赶紧过去看一下,走过来是昌星建材公司啊,马顿唐人街这一处,消防队员热憨了啊,穿这么多, 没有闻到什么烟呢,肯定是小的火警啊,小的警情啊,看对面有个飞行小哥正在卖那个假的名牌手表啊, 哦,是不是那边,那个蓝色的门那里,是不是那边找我了,没有啊,烟雾,你问答了,我就知道,找家做后门啊,哦,是这边后门, 一个大厦的后门啊,消防队员在里面啊,高温天啊, 哇,这地下都有水啊,都消灭了,好像是仓库之类的,还是,还是住在楼啊,不是怎么清楚啊, 一楼是商铺啊,上面是什么的,门口有三个老外在这儿, 是什么原因着火了,不知道,是那个啊, 哦,那个报警响啊,他自动喷水可能啊,这个自动喷水, 现在消防队员正在排查啊,哦, 哦,那个那个警报器在那儿闪一闪一闪的, 嗨,要防范于未然啊,你看唐人街全是老建筑啊, 今天又是这个国庆假期啊, 这美国人都在外面度假啊,消防队员身上这一身可能有个二三十斤重吧啊, 打轻啊,因为它这儿比较重要啊,因为下面堆的,我想的话, 这应该有很多易燃易爆物品啊,因为这里是一个,有点像仓库一样的公司啊, 嗯,这边还有三个西语小哥在那里看热闹哈, 西语朋友都很友好的,每次拍什么,拍到他们都招手的,特别特别友好, 我比较喜欢西语,还有印度语, 哎呀,有惊无险啊, 哇,纽约这个消防队员那真的是神速我跟你说, 我也是走那边,跑过来的, 我一看有消防车啊,赶紧的啊,十步并坐一步啊,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,因为没有看到那个, 明火或者烟雾啊, 他这个装的很敏感啊,你看我昨天才拍了一个火灾,大家看到没有, 昨天7月4号,在咱们纽约环市去法拉盛啊, 脚手架着火,那个木板烧起来了, 我跟你说啊,那个消防队员灭完火以后啊,都准备撤退的时候了, 哎呦,那个木板又燃起来了,知道吗? 不知道是谁从楼上丢烟头还是怎么样啊,我猜测啊,我想的啊, 好勇敢啊哈,真的,我经常是说要给消防队员点赞, 太辛苦了,他们真的,太勇敢了,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就说是最可爱的人,对不对? 好多老外也过来看那个,看热闹啊, 看我觉得也行,对吧,大家就要提醒,提高警惕, 你看,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五个, 就占了五个消防队员, 然后那边大的消防车两排,对吧? 唐人街的老建筑多啊,所以说不得不这个, 非常的警惕啊,好了好了,安全警报接触了, 哦,上面是住家啊,楼上是住妇啊,楼上是住妇啊? 没有,没有,没有住妇啊,哦,哦, 哦,他上面有办公室啊,那个华人, 好了,没事了啊,可是上面有办公室啊, 我觉得,有办公室,这是送快递的,UPS, 这条巷子很有名的啊,朋友们,很多人网红在这打卡拍照啊, 就是这个卫生有点堪忧啊,你看地下好多, 那边还有好像有把吧,还有把吧,哎呀, 哇,还是有一些这个,在扫水啊,工作人员把那个水扫下来, 不知道是它是自动喷扫,还是消防队员喷的水啊, 就不知道了,反正现在没吃了啊, 还好还好啊,啊,来这个唐人街就拍到一个火警啊, 哎呦,哎呦,那个飞翼小哥们卖的假灵牌掉了,掉在地下了啊,哎呦, 哇,又掉了,摔坏了摔坏了,我给你妈呀,妈呀,妈呀, 啊,啊, 好了,有机无险啊,消防队员也走了,消防队员也走了, 嗯,你看这还有一个烂的旅行包包啊, 很多人在这拉尿,哇,消防队员走了啊,听到那个, 警报声,嗯,点赞,点赞, 平时啊,很多年轻人在这拍照啊, 因为他这很多涂鸦啊,比较有,比较有意思啊, 唐人街这个,办公楼下面的垃圾桶啊, 都拿那个钥匙把它锁起来的啊, 啊,因为这个桶比较贵啊,全面上锁了啊, 就怕大家把它偷走啊,你看, 防火防盗啊,防偷垃圾桶, 唐人街啊,一天到晚这个警车都在这转啊, 唐人街街边画像的啊, 画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啊,像的啊, 今天唐人街好热闹啊,你看, 那,道路两方啊,全是非议小哥在卖那个苹果的耳机啊, 不过都是假的啊,这个报纸上已经说过了啊, 他叫一百块钱,然后呢,四十块钱就卖给你, 然后你买回去呢,他根本就不能用啊, 那是塑料的啊,你看,假名牌, 片街都是啊,昨天我拍的五大道也是, 全部是卖假货的, 前面这个美女啊,身材不错, 这几天啊,剪瓶子啊,声音应该比较好啊, 对面是孔子大县啊,现在我又走到了, 马哈顿大桥啊,然后听说这两天, 华人的长途巴士啊,爆满啊, 因为是国庆长假嘛, 有约到波士顿啊,大巴在这等着了, 我刚才说爆满呢,是我对这个巴士的期望啊, 但是,只能说是,最近的上座率比较高啊, 比这个疫情的时候,上座率要高一点啊, 我都还没有坐过这个长途巴士到波士顿啊, 哇,里面挺好,还有报纸咖啡, 饮料,蛋糕,糖果小吃啊, 常用药品,旅行必需品啊, 好热,我看新闻说啊,在疫情前啊, 就是这个,翔龙巴士啊, 它从纽约到波士顿的这个长途大巴啊, 每周一到周四一共提供十一个班车车啊, 周五到周日更是多达十三个班车啊, 有的时候啊,节假日啊,还要另外租车啊, 因为爆满嘛,但是现在啊, 周四到周一只提供八班车车啊, 周三,周二则减到六班啊, 啊,然后司机数量也有减少啊, 从二十六位专业的司机啊, 减少到了二十位左右, 给大家看一下曼哈顿大桥下面啊, 现在大了好多帐篷啊, 很多无家可归者在这里露营啊, 在另外一侧这个桥根下面也有很多帐篷啊, 给大家拉近看一下, 起码有十五个人啊, 都在那里啊, 无家可归者, 看那后面还有, 那后面还有一顶帐篷啊, 从祥隆巴士过来啊, 这边有个华人寺庙啊, 叫什么,大城市啊, 好多老外过来啊, 哎呀,太热了, 我进去晃了一圈啊, 里面呢就是抽签一根签一块钱, 然后呢要解签呢就是一根签三块钱啊, 和咱们国内啊就是差不多的啊, 在曼哈顿大桥旁边的公园啊, 好多华人朋友在这里打牌休闲啊, 前面也是在那下棋吧, 你看公园里面也搭着有帐篷啊, 那边就有帐篷啊, 但是卫生很堪忧啊, 到处都是垃圾啊, 好今天来逛一下, 曼哈顿另外一侧的街尼路啊, 平时很少来啊, 这一侧呢, 游客就比较少了嘛, 你看这个是爆竹啊, 昨天晚上放的烟花啊, 看街对面是勇家面行啊, 德意食品公司啊, 现在过马路, 这水果打折啊, 三包五块, 三包五块, 嗯, 有没有大包呢, 有小包呢, 有大有小啊, 你选最多的啦, 你选最多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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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最多的, 选最多的, 过节啊, 街头的垃圾没人收啊, 这一侧街尼路比较清静啊, 我先走这一侧啊, 是厨房的, 放在外面啊, 游客呢, 很少来这边街尼路啊, 另外一侧街尼路啊, 就是唐人街最中心的地段啊, 哇, 这边大货车正在下货啊, 正在吃饭啊, 哇, 这货都堆满了, 街道两边啊, 这是什么啊, 哦, 我说这么多东西嘛, 阿东餐馆批发公司啊, 哦, 怪不得, 哇, 这些都是大老板啊, 这些货都值老钱了啊, 哇, 这是个大仓库啊, 还有纸巾啊, 批发, 哇, 法拉圣我看到街头卖的那个纸巾, 应该就是从这里批发的, 上面全是中文字啊, 我之前都爱买啊, 后来我就, 我就没有买了啊, 后来我还是去老外的大店啊, 去Costco啊, 这些买啊, 那为什么呢啊, 我就不说了啊, 当然了, 街边卖的那些, 擦阴纸, 拿来擦嘴巴的啊, 当然便宜啊, 我不是说便宜就没好货啊, 但是呢, 就是说为了, 就看你个人吧, 反正我也不能说什么, 对吧, 就是说, 你喜欢便宜, 你就买便宜的, 你不, 你不差这两块钱, 买纸, 你就买好一点的, 对吧, 买个纸也不会说是奢侈品, 对吧, 我只能这样说了, 我没说人家东西不好, 大家不要误会了, 我以前也经常买的啊, 但是买回家吧, 有的人喜欢用啊, 有的人就不喜欢用, 哇, 这家是卖二手商品的, 摆满了两边了哈, 好丰富啊, 这家是红满, 福州小吃啊, 酸菜一汤, 今天没开门啊, 肯定这个国庆节休假去了啊, 捡连门是关着的啊, 这个卖二手商品的, 我以前也拍过啊, 就是卖的, 锅碗瓢盆啊, 移影剂全, 还有电凳锅, 电饭堡, 锅盖, 叉子, 勺子, 盘子啊, 哇, 好多东西啊, 哇, 还有花啊, 朋友们, 可以过来看一下, 哇, 还有玩具, 拖把, 牛仔裤, 鞋子, 这边还有微波炉, 还有工具啊, 这些工具是好东西啊, 朋友们,工具真的是好东西, 有些东西还是新的啊, 他就当二手货卖啊, 还是新的啊, 东西非常好啊, 你看还有这个手推车, 也不错啊, 你花个半价或者说三分之一, 三分之二的价格买了, 一样的用对吧, 然后这个电视机谁都丢了啊, 还有板凳, 唐人街今天有些店面没开啊, 我经常拍这些华人社区啊, 哇, 你看垃圾啊, 到处蒸啊, 菜叶子, 那有一次呢, 我就说了, 唐人街那个美食城啊, 里面有一家, 不知道华人还是哪个国家的人啊, 开的卖的那个鸡饭啊, 我有一次去买啊, 那个肉真的是有问题啊, 我怎么说呢, 反正吃不下去啊, 我吃了一口就把它丢掉了, 那那天我去呢, 他就关门了, 已经关门了, 那我在视频里面就说了一下啊, 我想他已经关门了嘛, 可以说一下, 哇, 就有观众说要去举报我啊, 说乱说别人, 哎呀, 我想他都关门了, 应该发表一下嘛, 意见嘛啊, 我不能说哪家都好吃是不是啊, 所以说他这个拍视频啊, 都不敢说真话啊, 不敢说真话, 说真话就有麻烦, 在哪里都一样, 永远不能说真话, 这边有个忘户出租, 因为那家卖饭的都都垮掉了, 你知道吧, 然后我就说一下, 我说他的那个肉真有问题啊, 我以前一个视频都拍过嘛, 我吃了一口, 我就, 我当时在视频里面说我吃饱了, 哎呀, 我说不想吃了吃饱了, 我把那个饭都拍给大家看, 我动了一口就丢掉了, 穿过这个艾伦路, 接迷路下面还有啊, 但是呢, 我先往回走, 我先过马路啊, 往回把那一段拍了, 然后再过马路, 这边是, 哇, 火警车又出动了啊, 这边是六伏炉头中餐, 厨具批发啊, 很大一间, 啊, 我们有帮客人, 特别定制厨具啊, 大家看一下这个太阳啊, 直杠杠的, 啊, 这是一个消防站啊, 这边是, 洗衣服的, 洗衣店啊, 因为纽约很多, 老房子啊, 没有下水的结构啊, 所以这有的人需要突然洗衣服啊, 不是说买不起洗衣机啊, 这家洗衣店比较老了哈, 里面呢,洗衣机看到, 干洗水洗代洗啊, 这个街边的取款机啊, 以前报纸登过, 像这种街头随意的这种取款机, 大家还是不要用啊, 因为它有时候, 和你想输入取的钱数不符合啊, 会少钱, 然后你去, 包备的话, 又非常麻烦, 因为有些游客他没有时间嘛啊, 他就算了, 这家店关了啊, 这家是什么? 面宝廊啊, 卖咖啡的, 面包的, 这家是, 老外的啊, 卖三文字的, 饼位锅贴饺子店啊, 其实我觉得啊, 人啊, 说实话有时候真的非常难啊, 比如说人家, 请你去吃饭, 那个饭啊, 那个餐馆做的不好吃啊, 有些问题, 但是呢, 我们都不敢跟老板讲, 你知道吧, 结果过了不多久吧, 那家店就黄了, 其实有时候啊, 作为老板啊, 倾听一下别人的意见, 还是很重要的, 对不对? 别人能跟你说意见, 那是真心对你好, 是不是? 你说你好坏, 怪人家屁事, 哎呀, 我有时候都好想跟那些, 有些餐馆老板说, 有些问题的啊, 我都不敢说, 知道吧, 说人家背后会骂你的, 关你屁事, 人家心想, 对吧? 人家还心想, 是不是你嫉妒别人啊, 对不对? 这是佛州办事公司啊, 纽约, 北卡兰卡, 山凡纳, 佛罗里达, 华人很多巴士公司啊, 有很多飞机朋友都到这个, 华人的公司坐车, 谁的凳子放在这儿啊, 这是什么, 福建老人联合总会啊, 我好像上去过一次啊, 里面有很多活动事啊, 办的非常不错, 这是佛州姐妹, 这家店今天, 哦, 这是福州老人会, 没开啊, 放假啊, 拍张全景啊, 美国福建福州老人会啊, 美国福建老人联合总会啊, 美国福州亭江, 福州姐妹, 资料啊, 福州人有打折, 认识爱喝酒的老乡, 前五名免费, 2024年7月13日, 下午4点到5点半, 美国华人博物馆, 青红品鉴会啊, 在东央大街215号, 这还有姐妹住宿, 全新装修电话, 24小时服务, 还有一栋楼的, 哎呦, 刚才在那个拍福州姐妹的时候, 正拍的起劲啊, 拍那个广告, 光明是那个门开了啊, 哇, 出来两个粉丝啊, 哎呀, 两位帅哥很友好啊, 说哎呦, 经常看我的视频, 还叫我到那个公园里面去坐一下, 我说太热了啊, 你看这儿还有康达老人活动中心啊, 你看, 这纽约唐人街对老人的这个福利还是非常好啊, 非常关爱照顾老人啊, 还有小孩啊, 随着这个电动自行车啊, 所在街边啊, 他这个样子还好啊, 不会被人偷, 不会被人惦记啊, 这个品项, 这一家涂鸦的商店啊, 关门了, 上面玻璃都封起来了啊, 往这儿前面走就是景尊电动车公司啊, 今天也没开门啊, 可能是国庆休假啊, 这边是顶位, 锅贴饺子店啊, 哎, 应该是今天关门啊, 休息, 唐生街的建筑是好看过法拉松啊, 因为这里全是历史建筑啊, 有的呢, 还被列入美国这个文化, 其实来到唐生街啊, 这些建筑非常漂亮啊, 都是上个世纪的啊, 都是很多百年的老楼啊, 你看前面是松柏园, 分阳楼, 这些是卖墓地的啊, 这边还有京城旅游, 特评机票, 花花旅游, 对面也是什么, 美洲恩平联谊会啊, 什么中兴桌衣公司啊, 这儿有一家爆款抖音小店, 中日行化妆品, 网风零食, 各类常上用品啊, 哇, 很可爱啊, 这家店啊, 小店, 在街里路78号啊, 我刚才进去逛了一下, 里面东西还真不错啊, 感觉老板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啊, 里面的那个裙子有点漂亮, 夏天的衣服啊, 但是当它的马术不适合我啊, 它的马术偏小啊, 像我这个腰比较粗的人啊, 就有点穿不下啊, 哇,前面这位银发老老来啊, 今天这么高温度, 都出来散步啊, 好, 现在我穿过马路啊, 到另外一侧看一下啊, 这边接你路我也很少来啊, 哇, 这家餐馆不错啊, 一看就是老外的, 因为摆的是白色的桌布啊, 摆的刀叉, 绿化的还不错啊, 华人的餐厅一看就看得出来啊, 一般都是那种大红的桌布啊, 然后摆的这是筷子啊, 这家餐厅还有个户外用餐区啊, 哇, 也是不错, 它是真的植物啊, 有的好多餐厅弄的是那个假的植物啊, 哇, 这家真不错, 挺漂亮的, 接你路56号啊, 哇, 这家餐厅在这栋, 应该说历史建筑的一层吧, 哇, 这家餐厅有点格调啊, 像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吃饭一样啊, 好, 继续朝鲜者, 哇, 你看这边好多自行车啊, 送外卖的啊, 挨着挤着, 锁了四台车啊, 这边有一个无家可规者啊, 这边有些时尚的朝人店啊, 卖衣服的, 我很少来这边, 这边还有个道场, 还有个花铺, 这是卖滑本的, 这家是老外的店啊, 卖滑本的, 这是灵机肉干, 正宗马来西亚风味啊, 没来吃过啊, 虾肉干, 猪肉干, 牛肉干, 鸡肉干, 腊猪肉干, 腊鸡肉干啊, 好多品种啊, 这这边是公寓啊, 这是一个小酒吧, 大家在看球赛的啊, 这又是一个提款机啊, 这家店面关着的, 我这边在烧烤啊, 街边烧烤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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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再往下走就是那个, 东百老汇大街了啊, 这家是新兴发廊啊, 今天没有开, 唐人街确实不错啊, 很多美食啊, 东西南北啊, 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有啊, 前面这个就是东百老汇大街, 也是福建人社区, 我就不拍了啊, 哇, 这又是中日炉头餐具啊, 餐厅批发的啊, 这家是什么, 好, 往前走, 今天唐人街上很多帅哥美女啊, 游客特别特别多, 晚一点的话, 人更多像这些餐厅酒吧门口啊, 都坐满了, 前面是真卫食品啊, 还有什么福宝殡仪馆, 真卫食品公司, 你看华人的公司做的多大啊, 感觉都是世界五百强啊, 两边都在卸货啊, 假期都不休息啊, 这边是酒吧啊, 现在太热了啊, 晚上才营业有些, 这还有一家星达电器修理中心啊, 哇, 还有各种电视机啊, 这些电视机, 下面还放那个录像带的, 放录像带放DVD的, 大家不常见吗? 哇, 我以前好像还拍过一张, 一次, 哇, 里面还有各种工放, 都是上个世纪的啊, 还有收音机, 摄影机, 相机, 撒瓜机, 老板是个老外啊, 老板是个老外, 以前来拍过, 人很好的, 你看拍都没事啊, 非常友好, 这边是什么, 卖饮料的啊, 唐人街啊, 有些印度人开的店啊, 他们人挺好的啊, 我都经常进去拍啊, 但是比起唐人街啊, 我还是更喜欢, 法拉圣啊, 或者说, 布鲁克林, 八大道, 七大道这些啊, 我觉得那边的华人更, 更友好一点, 唐人街的这边有些老板吧, 他就看人, 对老外特别好, 啊, 或者你是, 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啊, 对你就比较好, 要是一听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, 哎呦妈呦, 所以有些店我都不敢进去啊, 我也不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啊, 肯定是友好的, 你才去照顾他们家生意嘛, 吃饭, 对不对, 像我经常来唐人街, 每天都要吃饭的, 好, 现在坐车啊, 在唐人街哥兰大道, 回法拉圣了, 太热了, 外面30度啊, 纽约地铁站里面, 差不多有40度的高温啊, 像个大蒸笼啊, 但是在车厢里面是有空调的啊,